大家好,我是周欣萍,我现在在工业人员机械所智慧测量组服务 那我平常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做散热分析跟机构设计 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电动车马达驱控器散热分析技术 那这是大纲,就是我会先简介电动车动力系统,然后介绍产品开发流程 然后再来分享马达驱控器散热分析的技术 那这个是电动车电力与动力系统的架构 那这里包含充电系统、除能系统和动力系统 那左边这些是电动车的充电系统 可以分为交流电和直流电的充电方式 那第一个是家用充电器,是功率比较小的交流充电 那第二个是交流充电柱,就是功率比较大一点 那最下面的是直流充电站,充电功率比交流充电高 然后充电时间也比较短 那电人充充充电机透过充电枪进到电动车里面 交流充电的话会需要经过车载充电器,就是OBC 那OBC把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再给电池充电 那如果是直流充电的话就直接充电电池 那电力经过电池之后,电池的输出是高压电 那输出的部分分为两路,其中一路是高压电透过直流变压器 转为小电压高电流的,然后提供小电池充电 那小电池再提供电源给附件系统,还有其他支小电源的物件 那附件系统指的是像电动辅助转向控制系统 电动空调系统这类的,那其他支小电源的物件是 包含车灯音响、萤幕、行车记录器等等的 那电池输出的另一路是提供直流电给马达驱动器 那马达驱动器透过内部的功率模组将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 再来驱动马达 然后这个马达驱动器就是我今天主要要分享的部分 那这个是电动车关键零组件 我们这里主要发展的有三个项目 一个是动力马达驱动器 然后整车线传控制器 还有电池管理系统 那马达驱动器的部分配合不同车种 就会有不同的功率 还有热分析和机会设计上也会有所不同 那通常做出来之后会配合马达一起去做一些性能相关的测试 那整车线传控制器是用在控制整车的讯号 目前已经用的 目前已经用的平台有电动车 电动巴士还有柴油巴士 那比较特别的是柴油巴士也可以用 线传控制器 因为电控不等于电动 那动力不是马达的话 一样可以用电子讯号去控制 就是说电子踏板侦测讯号下命令给引擎 那引擎会有电子节气门去控制进气和燃油量 所以只要给一组电子油门讯号 假装是踏板的电子讯号就可以就是骗他说现在踏板踩了多少 然后他去控制引擎的部分 那电池管理系统我们这边主要发展的是监测和控制软体的部分 那包含软体功能设计跟测试验证 还有电池模型参数鉴别 那这个是动力系统家族 就是以功率区分的话 像电动巴士本身重量就是比较重 然后速度上像客运是需要上高速公路的 所以需要的功率比较高 那我们这边经手的案例是250k瓦 那一般汽车以马达来讲的话 需要的功率大约是120k瓦 然后货车上使用是来载重 那开车的时候需要走走停停速度不用太快 所以用的马达是高扭力中力转速大约是50k瓦 那扫街车和果菜车的功率又更低大约是15-30k瓦 然后最右边这个是电动机车的部分 就是它那时候发展的时候功率是需求是比较低的 那后来因为电动机车现在也比较普及一点 所以它的功率又再提高了 那当时发展的这颗马达后来是用在巡轨车上 巡轨车就是高铁它在晚上没有在营业的时候 就是每天要去巡它的轨道上会不会有异物啊 或是哪里需要维修的 这个时候就是用就是人工马后加巡轨车去巡视这样子 那马达的另外一端是接减速机就是齿轮箱 那减速机在带动传动轴让车轮转动这样子 那这个是就是传动系统的一个链 那再来是介绍动力系统产品开发流程 我们这边从设计分析开始 那设计分析的特色是包含多尺度 然后跨物理还有最佳化物核 那多尺度的指的是说像马达轻松器零件尺寸比较 可能小的话会不到1mm 那大一点的话可能会到几十公分 或是像电池的部分就可能会用公尺为单位 那跨物理也指的是说设计分析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考量产品的结构强度 工作温度还有像马达的话 他可能要考虑的就是电池的分析 那需要不同领域的人去互相配合 那最佳化偶合的部分是说像产品的强度 结构强度越强 那它的重量通常也比较重 所以需要在重量跟强度之间去取舍 那或是像马达在转的时候转指会收到底性力 所以设计的时候需要做转指引力分析 那有时候可能会为了增加结构强度 电池的特性就会被影响 然后功力会被降低 所以马达的结构强度和性能特性是需要去做取舍 就是在当初来设计的时候 那设计分析的时候会先从大方向来看 就是最前面就是整车的分析 那整车就是说要确立应用目标 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的车种 然后再来是系统设计分析 那系统在我们单位指的是动力系统 就是马达和曲控器 那马达主要是用Maxwell做电池分析 然后用MotorCAD去做热分析 那曲控器主要是用IcePAC去做热分析 那现在IcePAC跟MotorCAD 都是在ANSYS下面的软件 那再来是次系统的部分 次系统是包含控制系统软件的部分 那以我们这边来讲 就是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的时候 可能会跟院内别的单位合作 或是有时候也会跟厂商合作开发 那开发完之后就是验证 那软体的开发之后是需要去确认 它的程式能不能正常执行 然后系统验证就是可靠度啊 然后可靠度包含温度震动防水防尘 还有特性测试这一类的 那一种系统来说就是马达曲控器的控制板 要验证马达的转动的工作状态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控制命令 那确认传动系统OK之后要将产品 那我们这边比较核心的技术就是虚实整合的 虚实整合软体 然后因为经手的案子可能 会比一般业界多一点这样子 所以资料库是还算是蛮够的 那再来是介绍电脑辅助工程 就是CAE 那CAE包含模拟验证还有最佳化 那一开始需要一些简易的实验数据 来做模型的验证 就是要确认说这个模型是有参考价值的 那之后跑模拟然后做最佳化分析 你做完一定程度的设计之后才会去制造 然后再看 再验证说看做出来的规格 是不是有达到目标 那没有CAE的开发过程 它可能会是一个很耗时间的 就是它先第一版的设计 然后去制造 然后再来测试 那测试有问题之后再去修改设计 然后这样子做了好几个回圈之后 最后才能确定说这个产品是OK的 那就是非常耗时间 人力和制造成本的 然后如果有CAE的话 那开发流程就会缩短时间 就是比如说第一版的设计 然后再来是分析 那分析如果结果就是不符合目标的话 会再去修改设计 那修改设计可以从分析的结果去找修改方向 那这样子经过很多回圈之后 它最后分析结果是OK的 然后再去制造 然后测试 那CAE的最大优势就是说的开发时程 然后降低成本 然后提高效率 还有提升产品的品质和耐油性 那有一个分析上比较重要的观念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台电脑 你跑一个分析需要花两个小时 那你如果多使用一台电脑 你的分析时间并不会直接减半 就是它是可以加快分析的速度 但是没办法这么的反比这样子 那这个是含CAE分析的产品开发流程 那最开始会做市场调查评估 然后去做规格设计 然后再把物理规格展开 像电子电机散热电池这些 然后再来是做CAE的分析和最佳化 那这时候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技术是比较领先的 所以时程上通常是蛮紧急的 那简化问题 然后提出有效的改善设计建议是就是CAE的主要任务 那这些做完之后才会去做原型机的实测 那实测如果OK的话就继续往下走 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再回到分析的部分 然后最后才会去出土制造量产这样子 然后再来介绍马达虚空气的散热分析 这个是左下角这边图可以看到整车的散热系统 这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冷却水由水泵打出来之后分成不同的路线去冷却各个零件 那一边走OBC一边 然后经过MCU就是马达虚空气 然后再来是马达 那另外一边是冷却电池 然后之后经过散热器把热排出之后再回到水泵 那就像电路里面电流会往低电阻的地方去 那这里的冷却水也会往低流阻的地方去 那流阻对应的就是冷却水的压降 所以在设计散热系统的时候 需要去评估冷却水在流过各个零件的时候的压降是多少 那利用这个分析去设计 就是水在流出水泵的时候 应该以怎么样的比例去分配流量 那让水可以均匀的往两个循环去冷却零件 那同时也要去看说零件的温度 是不是有低于它的目标温度 那这个是我们这里目前还有之后要发展的 驱动器的目标规格 我们是以功率密度来定的 就是从去年是每公升40kW到今年的50kW 那之后预计要做到每公升100kW 那而且之后要发展整合式的 就是把马达和驱动器做在一起 那功率密度的提升 一个是体积要缩小 一个是功率要增加 那驱动器的散热就会更重要 这样子 那这里是散热对动力系统的影响 那以马达和驱动器来讲 就是这边列出来分为三个 一个是电子充命影响 然后性能影响 跟材料特性的改变 还有量色精准度跟时效监测保护 那以马达和驱动器来说 温度过高会造成驱动器里面的功率模组 跟电路板的损坏 然后也可能使马达的性能降低 那电子充命影响者就是电路板 就是上面的零件损坏 或是材料老化什么的 然后热音力的皮膚破坏 也是蛮常会发生的 那性能影响这里主要是指的是马达 就是磁铁退磁或是锡钢片导持细数的变化 那量色精准度跟监测保护 就是说在马达驱动器里面 最容易坏的东西是功率模组 那功率模组除了MOS和 或是IGBT这些开关元件以外 那还有热敏电阻 那热敏电阻是用来监测功率模组的温度 那可是说 可是就是随着它的那个功率模组的温度越高 然后利用热敏电阻得到的温度 跟实际晶片的温度差距越来越大 就是从右下角这张图可以看出来 所以有可能说功率模组的实际温度已经过高了 可是热敏电阻还没有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它的变化值 那以至于没有启动保护功能 那最后就会导致功率模组 或是驱动器里面其他零件的损坏 那为了这些 为了避免这些状况的发生 驱动器的散热就是要先去做分析设计 那这个是一个电动机车的热分析案例 那像前面讲到就是 马车驱动器里面最容易因为温度过高 要坏掉的东西是供应模组 所以我们在做热分析的时候通常是 把分析重点放在供应模组上 那这个案例的目标是在有限的体积跟散热条件之下 设计出可以让驱动器温度降到最低的散热齐片 那首先要订出设计参数 那设计参数包含 散热机板的厚度 然后鞋片的尺寸和数量 然后再利用追加化分析 可以找出在这些条件下 利用驱动器 在这些条件下它的驱动器温度最低的点 那从图可以看出 这个鞋片在设计之前它的温度会达到190度 那超过它的上限 它上限时是175度 这是一般功率元件的上限温度 那经过最佳化分析之后 有了这些散热鞋片 那温度可以降到150度 所以减少了21%的温度 那这个散热除了 这个降低温度的方式除了设计散热鞋片 还有一个就是去增加它金属块的厚度 那原本的金属块厚度在可能是2公分 那在提升增加1公分的时候它会降10度 然后到4公分的时候它大约是170度 可是我们的体积不能这样无限的放大 所以说去做散热鞋片最佳化是比较有效率的散热方式 那这个案例是电动巴士的马达驱动器的散热设计 那因为驱动器的输出功率比较高 所以这里用了三个功率模组 那三个功率模组的散热水道可以有很多种设计 那这里的分析流程是先把单一个模组去做分析 然后推算说三个模组在不同的排列组合下的散热效果 然后再选出比较好的流道配置之后再做欺骗最佳化分析 那三个功率模组同时使用的状况下需要考虑 需要考量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冷却水的均流 因为功率模组在温差大的状况下工作容易导致功率模组的损坏 所以让冷却水均流的目的是要让功率模组均温 那在分析不同进出水口的排列组合之后 我们是决定用水稻病点的方式来散热 就是因为水稻入口它会对着其中一个功率模组 所以在入口的地方我们设计一个档板 然后在水稻进入之后可以以目标比例去分流 那经过欺骗最佳化分析之后再把这个结果提供给机构的同仁 去做机构上的设计 那最后有将实体制造出来 然后经过实验就是可以确认说在这样的设计下 功率模组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均纹 那再来就是结论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这边有经手过的成果案例 那有一些是脚踏车或是卡车 然后也有电动轮椅还有货车这些 那这个是我们主的主要的任务范围 一个是就是电动电动车辆的结构分析跟热分析都有 然后马达驱动器是一个就是在我们这边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这样子 那我今天的报告大概到这边就是说对于我们电动车辆来讲温度比较低 它通常效率是比较高的这样子 那我报告到这边是 这边是我们的电动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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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